我们是第一次把远距授课用在程式教育 就是需要现场实作的这种教育里面去做 那跟传统的国音处不一样 因为国音处老师讲完操操笔记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这个是很需要学生大量的实作跟练习 那所以当然这样的课程就是比较新颖性的 那我们也想尝试看看到底可不可行 这一次里面的合作讲师都是在冯甲的程式课程里面 我们都有当过教授的主角 那也有在底下去教学弟妹怎么去写程式这样 那所以这个团队的大家基本上都有一到两年的讲课或教学经验 所以才敢来找这些优秀的人才 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些课程这样 这次所学校我们就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 那第一个是我们不要找大型的学校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找城市教育资源稀缺的学校 那就很荣幸的我们就找找找找找 那就在桃园找到一所学校 以及台中有三所学校这样 在这个计划里面最大的收获 但第一个是上完课之后 我们要请小朋友写心得 那小朋友写心得就说啊 就这堂课程真的是太好玩太有趣了 或者说就是很感谢有这样的课 让他们可以去接触到城市课 那就我们看完当然是非常感动 有的学校还是想要要求说啊 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上就是面对面的课程 所以还是有去开设就是有一所学校 还是有二十几个学生同时上Google Meet 或是上线我们要使用的教学软件 那就这样直接一对多的收课这样 因为这一个学期让远距课程这件事情变得更新 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又开设远距的课程 那提供学生报名来参加 研发课程讲师把课程研发完之后 要做教育训练 教会我们其他所有要讲课的讲师 这堂课要怎么讲 那这些讲师把课程都完成之后 他给家长知道学生的学习成效 我们把每一个环节 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都切割清楚的话 那我相信这样的模式 无论是在全台湾的哪个地方 都有办法去执行 那对于台湾要培养未来的 职工序人才或是我们讲未来的AI人才 用这个模式会有很大的帮助